社团法人中华三清功德会 捐赠给花莲县政府一百多万元的社会救助金 要协助县政府投入关怀经济弱势家庭 县长徐中卫代表接受并回赠感谢状 总共有234户大约是508人可以受益 引导个人和社会可以迈向完全健康完美生命 达到分享快乐散播爱的真谛 这些年张怀文三清功德会 东西沦落处主任胡玉国陪同赴新政府 胡锦阳直述近20年来看到县长徐中华和立委夫婚企 常常为地方做爱心 深入偏乡关怀弱势精神的感动 尤其工部门经常遇到众多救助瓶颈 县市以及法国的窘境 因此总会捐出101万6千元 整纳入花莲县社会救助金庄户 让社会资源能够达到即刻救援为目标 中华三清功德会秉持的有为无畏行天道 无畏知足乐人性的精神 去年捐赠测量资质食物银行的运作 今年捐赠社会救助金的对象 主要是经济弱势家庭 并且经由社会处社工专业评估 提供每人新台币2000元的中出家结委问金 共计234户约508人受惠 现在许中有社会处找整家户陪同会见 他感谢中华三清功德会和企业各界长期以来的捐赠 让花莲县成为健康城市排名第一 非六都第一 花莲县在教育跟医疗有很好的表现 欢迎移民千居花莲 从前任县长福坤起就算以来重视教育扎根 提高交易预算 消异城乡查局 让花莲县基层教育部署大城市 现在许中表示 疫情期间远距离医疗 从5月份起一个月只有7件案例 至今大幅成长一个月有260件案例 软硬体持续进步 让现在讲者能够有更加顺利就医 不过目前福康巴士还有需求 希望各大企业广直福田捐赠福康巴士 让更多咎于需求长辈受惠 最后现在许中有会议乡亲 连续假期应该遵守防疫措施 不要群聚 戴好口罩 出入公共场所 使用实名字简讯 全力做好相关反应的措施 记得喜欢华士伯郎